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百数军团干部们的名字基本全部都是来自全世界各地 成为游戏名字的情况我依据胡扯来说 只会是真打的凯多秘书自然不出意外就会拥有一个原子指派游戏的名字 而宝皇这个名字虽然可能是结合了秘书背后的疯子以及名字日语发音的阴影而来 但这个名字本身却似乎和指派游戏没有什么关联 而宝皇这个名字其实就正是来自起源于中国山洞的指派游戏宝皇 也就是从青岛到整个山洞都极为群入基础的中国桥牌构级 而放在凯多百数军团的游戏指派游戏中 宝皇这个代表凯多秘书并且带有着宝斯王派意义的名字 似乎也就再合适不过 而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宝皇的能力环节 人则死庙无数能力所代表的无数 其实也就是通俗意义上可以用飞魔滑行的飞鼠 而这也横横地解释了身材在百数海子团中 算是非常娇小的凯多秘书宝皇 是从电话板上滑行飞下来的出场方式 从整体的外形来看 宝皇的形象给我们的第一感觉 其类就是在265期海藏传提 通过小菊的恶鬼面具 我们已经踢去过的日本妖怪班若 而虽是有女性的嫉妒所产生的鬼怪 但班若却往往是一个 戴着恶鬼面具的女装小男孩形象 而在海藏中 戴着半数面具的美人小菊的真身 也恰好就是一个美男子 从这点来说宝皇的性别 究竟是男还是女 从目前来看我们就不能清一下结论 而接下来我们就得来到 宝皇背后的是把鞋有风的扇子 有可能的情况就是 扇子就是他的武器 而他的力量也就是上面缩写的风 在日本传言中有两个和风有关的妖怪 一个是43期海藏传提议 我们所提及的大天狗 而值得强调的是 天狗控制风的武器 也就是扇子 以及甚至会写有风的扇子 另外一个也就是在149期海藏传提议 通过卡文迪曲的称号 我们所提及过的风妖莲幼 而值得强调的是 莲幼真身的右手三兄弟 其类就是和巫手的形象非常相似的存在 而说到最后我们就得来到 在宝皇身上可以说是 最显著和形目的特征 那就是他所戴着的 画有一个眼睛的面具 结合677海藏传提议 所讨论的普兹普胸心的眼睛 我们也就不能发现 这两只眼睛竟然就非常相似 而且两者也都是 五根结毛的特征 从这些方面继续胡耻来说 宝皇所戴着的眼睛 和灵魂六子普兹普 是让文的眼睛所代表的 也就可能是同一个东西 进一步胡耻来说 这两人甚至可能就是来自 同一个组织或是同一伙人 而如果我们再结合 6867海藏传提所胡耻讨论的 普兹普兹来自的原传上组 可能就是来自洛克斯的胡扯 再进一步胡耻来说 那宝皇也就可能会和洛克斯 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因此作为这些方面胡耻来说 虽然其娇小的身材 和百数海集团 整体野兽和修患的气质非常不符 但凯多的这位秘书 正打宝皇 可绝不会是一个简单的存在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王云 海藏传提 我们下期再见